TAL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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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各位再次來到 MD TALKMAN 好,又到了我們MD TALKMAN 最快樂的時光 今天呢,一樣要跟各位 介紹的是 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歡的 玩具系列 好,那今天要介紹的這台呢 欸,你沒看錯 它一樣是一台 Polary的即可拍相機 好,之前我們已經 上一集有介紹過真的即可拍 那今天要介紹這一集呢 是,它基本上是做成一個 即可拍的玩具 它也號稱是一個 這個What is Coolest Polary 好,那它的 外盒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那 那它一樣是有這個 Polary的Mark 而且它這個 這個造型呢 就是Polary之前 最經典的這個 彩虹機的造型 好,那 基本上它這個做成是玩具啦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大小是很小 你看它旁邊還有多一個 鑰匙圈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實體的部分 這個實體的部分 那它的外型做的就是 這種叫做複刻的版本 好,一樣 一個Lens在這邊 一樣,這個地方是有快門鍵 好,那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一樣 就是我們的觀景窗 我們的Viewfinder 地方就在這裡 好,但是喔 各位 你不要小看這個玩具喔 這個玩具實際上呢 它真的是可以讓你從這個觀景窗 看到外面的喔 好,你仔細看 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觀景窗 真的有看到 看到這個影像 好,那 而且喔 更重要一點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這個快門鍵 是真的可以按的 好,我示範給各位看 好,快門鍵 咔嚓 叮 欸 你看 它真的是會有 吐出一張照片 但雖然不是真的顯像 但是實際上會有 吐出一個東西 這個對小朋友而言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好,再示範一次 好 其實這個玩頁啊 我的小朋友一拿到之後 也是非常的愛不釋手 好 但是我覺得 對於比較小的小朋友的話 它的設計有一個地方 呃 不是這麼好 就是 它這個快門按鍵啊 需要按比較大力 那如果你們家小朋友比較小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按出來 像我家小朋友是沒有辦法按出來 但沒關係 通常我都是按給他看 按給他看之後 他沒辦法按就會再拿給我 我就再幫他按 OK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有趣的地方是 你從小可以跟它培養一個攝影的概念 通常我都是眼睛啊 會對這個觀景窗 然後看著它 看著它完之後呢 我就這樣子 欸 寶貝寶寶寶寶拍照囉 來 1 2 3 卡 基本上他們看到這個照片出來啊 就會覺得非常新奇 像現在數位相機這麼發達 基本上用這種 即可拍的相機啊 基本上已經非常少了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 它把這個整個即可拍的精神都做在這裡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還蠻推薦這一款的 好 那這款呢 其實 嗯 它雖然這個土出來啊 並不是一個真的照片 但是啊 我有想到一個點子 我們可以來做個改裝 好 簡單講呢就是 你找一張你們家的照片 然後呢 把這個照片呢 把它剪成 你要剪成符合的這個大小 然後我們試著把它黏上去 好我們來試著黏看看 好 我們試著把它黏看看 好 好 那黏好之後呢 欸 你看 是不是很像是它真的土出來一張照片給你看呢 好 那我們試著再把它推回去 欸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對不對 好 那你再試著 按一下 寶貝你看 我剛剛幫你拍的照片 咚咚 欸 有點卡住 OK 看我剛剛沒黏好 用太厚的紙 好 我再把它修正一下 OK 好 OK 好 再一次 一二三 欸 你看 這樣是不是正常了呢 所以啊 你只要用一點小小的巧思啊 你也可以讓這張這個拍立得的玩具 也可以讓它變得更有趣喔 來拍照咯 好 今天MD Talkman就到這邊咯 希望各位會喜歡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好